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穿着时髦的女人被几个男人强行拖进了医院 而这个女人一边被拖着一边不停地喊着 我没疯 这是阴谋 这是陷害 按说在精神病院里面类似的情况应该不少见 因为来这里的病人哪个会说自己有病的 我没病 都这样瞪着眼睛 我没病 然而当医生真正了解到这个女人是谁的时候大吃一惊 谁也没想到 这个死活不肯进医院的女人 竟然是军统有名的艳蝶 向影心 介绍一下 向影心这个女人可不简单 她不仅是军统公认的大美女 人称军统一枝花 业务能力也是超强 尤其膳食 不用说美人际 以至于军统创始人戴笠专门给向影心刺了一个外号 叫做军统裙带花 如此厉害的人物 向影心怎么会疯了呢 而且此时的向影心还有一个极为特殊的身份 那就是她是这位军统头子毛人凤的老婆 毛人凤我们都知道那是军统有名的笑面阎王 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大魔头 陷害她的老婆那不是耗子啃菜刀找死吗 究竟是谁派人把向影心送到精神病院的呢 说来您可能不信 这个啃菜刀的耗子不是别人 正是毛人凤自己 那么毛人凤为什么要把老婆送进精神病院呢 向影心是真风还是假风呢 他所说的阴谋又指的是什么呢 今天咱们就来说说这位军统裙带花与笑面阎王之间的密室 首先咱们来说说向影心这个人 向影心 陕西西岸人 出生在当地一户殷石人家 父亲是有名的郎州 打小呢 向影心不光长得漂亮 还聪明好学 到十七八岁的时候已经是琴棋书画样样精通了 是当地有名的才女 本来呢 按照这样发展下去 民国才女除了林徽因 陆小曼等 说不定还会多上一个向影心 可是偏偏向影心不走寻常路啊 这条路我不走 因为她压根就不是什么乖乖女 相反 她还挺叛逆 很任性啊 而因为叛逆 她在十八九岁的时候的一个选择 最终改变了她的一生 什么选择呢 刚才我们说了向影心漂亮又有才华 这样的女孩子自然如《诗经》开篇的官居里边所说的那样 官官居就在何之后 姚小淑女君子好球啊 到了十八九岁的时候 喜欢她的男生 一抓一大把 其中有不少的男生都是青年才俊 既然有那么多青年才俊来追求 那就挑一个自己喜欢的架了 或许呢 也是一段不错的姻缘吧 可是不料想向影心对这些男生 慕有兴趣 她有自己喜欢的人 谁啊 就是当时西北军杨虎城手下一个团长 名叫胡义发 此人是个老油条 满嘴跑火车 不光已经有了两方妻妾 年纪还比向影心的父亲还大上一岁 可是这个向影心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偏偏喜欢上了她 鬼迷心窍归尸神差 还吵着闹着 一定要嫁过去给她当三一太 见过被人强占为三一太的 没见过哭着喊着要做别人三一太的 你说如果说家里穷 为了攀高枝 或许可以理解 可是向影心家里边有吃有喝 从小生活富足啊 一个生活富足的黄花大闺女 漂亮的才女 去给一个老兵游子 老兵匹当一太太 这个事情你怎么想怎么不符合逻辑 怎么想怎么毁三观 你让家人的脸又往哪里割 向影心的父母非常恼火 一气之下把她给关起来了 不让出门 这样的桥段似乎很熟悉 这位著名的赵四小姐赵一迪 当年也是一样 她喜欢上了已经有了家事的张学良 她的父母当时也不同意 也把她关在家里边 可是后来怎么样呢 跳窗跑了 还是跟了张学良 跟了一辈子 向影心和赵四小姐陆树是一模一样的 后来也跑了 几天之后她的父母收到一封信 是向影心寄来的 她在信里说 她已经跟着胡一发去了武汉 虽然做三姨太 但是胡一发够疼她 而且她不甘心留在西安 做一个传统的贤其良母 要出去闯世界 您看看这就是叛逆的大才女向影心 当时她父母妻子是差点吐了血了都 可是又能怎么样呢 只能无奈的接受现实 好吧 听到这估计有人要问了 既然向影心已经嫁给了胡一发 那她后来又怎么成了毛人风的老婆呢 这个事说来有点复杂 话说当年向影心虽然跟胡一发到了武汉 可是武汉这个地方她人生地不熟 又没事干 于是乎呢 她就发展自己的朋友圈 找姨太太们打牌跳舞 有一天向影心闲来无事 碰巧 一个新认识的姐妹打电话来 说想请她去家里玩牌 行反正没事待着也是待着那就去吧 只是她没有想到去了才发现 自己的姐妹并不是真正的要约她打牌 而是要给她介绍一个人 谁呀 这位戴笠戴玉农 那么身为军统头子的戴笠 为什么想要认识向影心 原来 九一八事变之后 蒋介石专门吩咐戴笠要格外关注 张学良杨虎成这两位将军的行职 尤其是对杨虎成将军更是特别坚实 要搜集有关他的一切情报 可是怎么才能够弄到情报呢 经过一番观察 戴笠发现 杨虎成手下的团长胡一发有个三一太 也就是向影心 平时要么去一太太圈打牌 要么去舞厅跳舞 很是活跃呀 于是决定从她这下手 嫁作三一太的向影心 为何会成为戴笠的手下 暗杀大汉奸阴汝庚这件事 怎么就撮合了毛仁凤和向影心 而明知向影心是戴笠的旧相好 毛仁凤就为什么要娶这个女人呢 江西卫视经典传奇为您解密 上节我们说到了 戴笠因为需要搜集有关杨虎成的情报 决定利用向影心 于是呢 故意布下牌局来接触一下向影心 那么她最后得手了吗 当然得手了呀 但凡提到戴笠 她的名字前面往往会加上一个形容词 叫好色 只要是她看得上的女人 她都想着发的站为己有 不过戴笠除了好色之外呢 她还特别擅长利用美色 因为只有色鬼才真正懂得色鬼们的心态 所以她经常派一些长相出众的美女特务 打入敌人内部搞情报搞暗杀 而向影心正是她想要利用的美色之一 再说当时 向影心到了姐妹家之后呢 那是牌友未到戴笠先入了场 注意 当时的戴笠很年轻 虽然说戴笠算不得英俊 但是仪表堂堂啊 甚至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军人兼文人的气质 向影心当时一看 恶地神啊 西安人嘛是吧 恶地神啊 世间除了胡一发 竟然还有这等有魅力的男人 于是乎的几番交谈下来 两个人就熟了 再后来两个人一派集合 出双入队 甚至难分难舍 有了向影心的帮助 戴笠很快就掌握了诸多有关杨虎人的情报 因为17军的诸多高层 像什么宪兵营长 军需处长 办公厅主任 以及兵工厂厂长等等 都一一败倒在了向影心的石榴群下 那这呢 把当时的戴笠给高兴的 高兴坏了 发现了新大陆啊 因为向影心这个人 是真让戴笠见识到了 什么叫做万古战将拼搏死 不如红颜一笑 百媚生的威力啊 于是戴笠就将向影心招入了军统 赐予外号叫裙带花 说到这儿有人问了 这个向影心给丈夫 戴了一顶又一顶的绿帽子 这是绿帽制造者 这胡一发就毫不知情嘛 怎么能不知情呢 胡一发早就知晓 可问题是 跟三姨太勾搭的人 那是心狠手黑的戴笠啊 他惹不起啊 最后胡一发只能是自认倒霉 打脱了牙齿往杜里咽 找个借口跟向影心啊 离婚算了 就这样向影心 一心一意做了戴笠的下属兼情人 那么既然做了戴笠的情人向影心 后来怎么又嫁给了毛仁峰了呢 这就要说到戴笠跟毛仁峰之间的关系了 毛仁峰呢 他是戴笠同学同乡 而且当戴笠群空潦倒的时候 在家乡 毛仁峰从广州回老家奔丧 正好呢就告诉戴笠说的广州是革命的圣地 就叫他过去 然后毛仁峰呢 当时还送给他二十块钱做路费 可以说没有毛仁峰可能就没有戴笠后来的风光 当然了戴笠发达之后也算能够知恩图报 他不仅把毛仁峰召进军统 而且对他特别关照 戴笠不仅很快提拔毛仁峰当了主任秘书 而且专门交代他自己不在的时候 只能有毛仁峰向讲委员长汇报工作 其他人一概不行 也就是说掌握军统实权的除了戴老板 那就是毛大秘书 那么毛大秘书和向影心之间 又是怎么产生交集的呢 这事要说起来 其实一开始心逼天高的向影心 压根就没把毛仁峰夹在眼皮子里边 怎么回事呢 话说当时汉口有一个大世界歌舞厅 那是有名的交集场所 那天晚上大秘毛仁峰闲来无事也去了 本来只想打不打完时间嘛 却不料在霓虹闪烁的舞厅里边 一个疯狂扭动着曼妙身姿的女人 迅速吸引了她 甚至是迷倒了她 这个女子是谁 不晓说正是向影心 当时毛仁峰就开始心里边痒痒了 痒 就上前搭讪 请向影心跳舞 没想到这向影心一句话 把毛仁峰给顶到墙上去了 脸都没出鸽了 向影心说了什么呢 她说 先生 看您的样子 应该不是靠脸吃饭的吧 您一定很有钱财吧 听出这个话的意思没有 这是拐着弯 骂毛仁峰长得难看的 的确 毛仁峰确实长得不怎么地 但是虽然不咋地 也不至于让你这么去寒碜 这可是他们第一次见面的 不欢而散了 不过 知道了向影心的身份之后 毛仁峰没太在意了 毕竟在她眼里边 全是胜过一切 然而 让人没有想到的是 毛仁峰和向影心 很快又见面了 发生什么事了呢 画面当中的这个人 大汉奸 阴汝庚 此人曾留学日本 1935年11月 在日本人的支持之下 她在河北通县成立了 伪政府 冀东防供自治委员会 成为了头号的大汉奸 而此时的戴笠 正领导的一个除奸团 决定要除掉阴汝庚 那么谁来执行这项任务呢 这位 是任军统天津战战长的 陈公树 后来 他的回忆录 亲历军统艺术当中 是这么说的 他说 戴笠在亲笔心里边告诉他 会有一个南京来的尚小姐 前往执行暗杀任务 天津战务必配合 这个尚小姐是谁呢 正是项影新 而且项影新呢 已经由阴汝庚招待 住进了阴公馆了 那么 项影新这次出马 完成任务了吗 很可惜 差一点 差一点就成功了 不过任务虽然失败了 但是毛人凤这个人呢 却给项影新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怎么呢 话说 尹汝庚当了汉奸之后 知道很多人 想要杀他吗 平时一直是身具简出 疑心疾重 所以项影新 虽然住进了阴公馆 却一直找不到机会下手 那怎么办呢 就在项影新 进退两难的时候 一天在街上 他在人群里边 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谁呀 正是毛人凤 原来项影新 住进阴公馆 几天 始终没有消息 戴笠就有点急了 于是派毛人凤 前来助他一臂之力 那么毛人凤 是怎么帮的呢 趁着四下没人 毛人凤 悄悄给项影新 一包无色无味的 剧毒粉末 这个粉末 据说只要给人吃上一点 立刻命丧黄泉 很快 项影新 还真就找到了一个 毒杀阴乳羹的机会 原来 阴乳羹有个习惯 每天晚上临睡之前 他要吃东西 他得吃一碗面 不吃睡不着 那天项影新 假装心血来潮 说我来帮你亲手 煮这碗面吧 目的呢 就是想趁机投毒嘛 然而他万万没想到 这个阴乳羹啊 太滑头了 吃面的时候 竟然要项影新 嘴对嘴的喂他 哎呀 这样 这个项影新哪敢呢 就这样 两个人呢 推拉了半天 这一推了 阴乳羹就起了疑心了 再一查 里边果然有毒 就这样 暗杀阴乳羹失败了 项影新暗杀失败之后 身份暴露 他被阴乳羹 关进了一所民居 可是阴乳羹没想到 这个项影新啊 很快竟然就又逃脱了 逃出来之后 项影新去了哪里呢 项影新并不傻 他知道暗杀失败 已经是打草惊蛇了 就算回到军统 心狠手辣的戴笠 也不见得会轻易放过他 怎么办 危机时刻 他想到了毛人峰 一方面前面我们说了 毛人峰跟戴笠关系 非同一般 其次呢 这个时候的毛人峰 已经是军统的机要秘书 甚至连蒋介石都夸他 重见无风 是个人才 所以呢 项影新觉得 找毛大秘书 或许又一线生机 那么毛人峰帮了忙吗 有了之前的交集 再续后事一切好说 毛人峰一排胸脯 放心吧 一切交给我了 果然 毛人峰出马 项影新啊 还真没受到什么处罚 可是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戴笠虽然没有处罚他 但是却决定做媒 把他嫁给毛人峰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下节目 行动失败 戴笠不仅不处罚项影新 还给项影新安排婚事 戴笠的葫芦里 究竟卖着什么药 新婚刚刚一年 毛人峰求妻子帮忙 为何项影新听完脸色大变 毛人峰将妻子 关进精神病院的背后 究竟隐藏着什么秘密呢 江西卫视经典团企 为您解密 上节我们说了 暗杀阴汝庚失败之后呢 戴笠不仅没有处罚项影新 反而作媒 把他嫁给毛人峰了 注意 戴笠的这个决定 不仅让项影新感到意外 就连整个军统都觉得不可思议 为什么呢 因为在1940年 为了表达自己抗日之决心 戴笠啊 效仿 汉朝获具病说的 匈奴未灭何以加为 规定没结婚的军统特工 无论男女在抗战未取得胜利之前 一律不得结婚 作为表率啊 戴笠还对手下的特工们说 我断闲 也就是我妻子 毛秀丛虽然已经去世了 但是我绝不再续闲 不再去 这就怪了 既然军统有了规定不准结婚 而且还是戴笠自己立下的规矩 他怎么就愿意自己打自己脸破例 给向影心和毛人凤牵线呢 还要公布出来 有人认为啊 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 第一呢 是搞感情投资 拉拢毛人凤 前面我们说了 当时的毛人凤 早已经不是最开始的那个小秘书了 他已经取得了蒋介石的信任 这样的一个人 无论是将来戴笠自己高升 还是毛人凤取而戴之 那都是一种极为重要的人脉关系 这是第一 第二点呢 向影心本来就是戴笠的心腹 如果让他跟毛人凤结婚 则可以更加方便的了解毛人凤 一根线掉两条龙啊 这很划算 听到这儿有人就说了 不管你戴笠葫芦里卖了多少药 卖的什么药 毛人凤不可能不知道 向影心是戴老板的情人吧 而且他还这么好交朋友 既然知道的话 他又为什么心甘情愿的 娶这样的女人为妻呢 毛人凤自然不傻 他之所以接受向影心 除了喜欢向影心之外啊 有真心喜欢的成分在里边 当然同时也有自己的算板 那就是只要上司戴笠高兴 将来在自己的仕途之上 一定会助我一臂之力啊 就这样 1940年11月 毛人凤和向影心 在重庆举行了隆重的婚礼 尽管当时毛人凤关节并不高 但是因为身居要职啊 新娘又是军统的红人 前来道贺的军政要员 那是挤满了整个大厅 不过 当时间来到1942年 也就是两个人结婚一年多之后 他发现 自己小看了毛人凤 怎么呢 那是1942年的某一天吧 吃晚饭的时候 毛人凤突然跟向影心说 老板 我想请你给我帮个忙 听毛人凤这么一句说 向影心当时还笑呢 说两口子哪是这么多客套的 你说吧 让我做什么 然而 您猜怎么着 本来还是满脸笑意的向影心 听完毛人凤的请求之后 整个人都不好了 怎么呢 原来 当时重庆出现了一个规模巨大的 日本特务组织 已经渗透进了国民党的高层 如果破获了这个组织 那必然是大功一剑 可是让毛人凤为难的是 他得到的情报显示 这个日本特务组织的秘密电台 竟然藏在这一位司法院院长 居正的公馆里边 注意 这个居正 职位是司法院院长 同时 更为关键的是 他是国民党的元老 他是孙中山时期的老人了 连蒋介石都得让着他三分 他家里边 毛人凤敢去搜吗 借他一百个担子也不敢 稍有差池 前途近毁 可是这么大一个立功的机会 又怎么舍得放弃呢 怎么办 思来想去 毛人凤说 老婆 要不你重操就业 找关系 获取相关情报 打入鞠公馆吗 你说你能想象吗 为了升官 为了自己的前途 毛人凤竟然让自己的老婆 再次走进虎狼之窝 真亏毛人凤想得出来 那向隐心去了吗 去了 以他的能力 他的功力 很快就和居正手下最受信任的秘书打成了一片 只可惜啊 结果什么都没查到 情报有误 这毛人凤不是 陪了夫人又折兵吗 哎 毛人凤可没有就此收手 打那之后 毛人凤一发不可收拾 他经常派自己老婆去搭台 找关系 搜集情报 而向隐心呢 似乎也是有求必应 为什么会这样呢 有人说 估计是他对丈夫根本就不在乎自己 而心悔意冷了吧 也有人说 身为军统的裙带花 可能他生性就如此 就喜欢这种感觉吧 当然还有人说 这应该是他和毛人凤之间 重新建立了一种合作关系 为什么呢 因为自打那之后 在向隐心的协助之下 毛人凤很快就平步青云了 而且两个人并没有因此而离婚 反而一起生了八个孩子 换句话来说 纵使这对老夫老妻没什么感情 至少也算知心呢 知道各自的心思 那么既然两个人可以一起共生 毛人凤为何还要将向隐心送进精神病院呢 有一件事情或许可以给我们答案 那天毛人凤刚刚走进办公室 一个人影闪了进来 谁啊 一个跟毛人凤关系并不好的同事 他不怀好意地笑着对毛人凤说 你家夫人好像又被戴老板叫去个别谈话了 个别谈话 什么意思 我不说你也清楚啊 毛人凤那更是心知肚明了 只不过毛人凤的反应 让对方始料未及 对方说这个话肯定是想让毛人凤难受 因为关系不好嘛 但是没想到 毛人凤听完之后 只是轻轻轻地说了一句 真有这事 我怎么不知道 然后面不盖色地直接转身走了 您看看 一个男人能够把城府修炼到这种地步 啊 无人能出气诱啊 不过 您别以为毛人凤真觉得没事啊 想让他当一辈子绿毛龟 忍者成龟啊 怎么可能 一向隐忍的毛人凤只是在等 等什么呢 等一个收拾向影心的机会 1946年春 机会来了 1946年3月17号 国民党军统发生了一件大事 那就是戴笠成都的专机撞到了南京附近的戴山上 一代军统魔头戴笠 就这样挂了 画面当中您看到的就是戴笠葬礼上的真实的画面 当时毛人凤表情漠然 谁都猜不透他心情是如何 是高兴呢 还是伤心呢 但是有一件事情很明确 那就是戴笠死后不久 毛人凤接管军统 走上人生巅峰 而走上人生巅峰的毛人凤 也终于接下了面具 他不再唯唯诺诺 而是眼露寒光 举起大刀 杀共产党 砍老百姓 甚至砍向自己的妻子 1947年5月 向影心因患感冒持续发烧 被送进了医院 一周之后 向影心病情开始好转 然而 就在他感冒好的差不多的时候 准备出院了 医院却接到了毛人凤的命令 说要叫向影心转到精神病医院 向影心顿感不妙 大喊大叫着要离开精神病院 但是无论他怎样的抗争和解释 医生还是在他的诊断书上写下了 重度精神病患者的结果 向影心的命运 纵然跟他自己的选择 则有关 但是在那个疯狂的机构 在那个毛人凤 疯狂的家庭 何人不癫狂 何人的命运之途 又标注着简单的人生归途呢 今天的节目就说到这了 关注栏目的官方公众号江西卫视经典传奇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您不仅可以观看往期精彩节目视频 还可以参加各种线上线下活动 咱们下期再见